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时间6日凌晨 突然发推特声称 美方将在星期五 把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 从10%提升到25% 并称对剩余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也将很快加征25%的关税 特朗普对中美贸易磋商进展缓慢表示不满 并宣称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促进了美国良好的经济数据 还说那些关税增加的商品成本主要是由中国承担的 看来美方内部对关税生成机制的看法有些混乱 中美刚在上周举行了第10轮贸易磋商 双方商定中国代表团本周前往 让华盛顿继续磋商 美方在新一轮谈判举行之前 突然对中国这样强硬施压 似乎可以从美方以往的做法中得到解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 中方团队正在准备赴美磋商 中国理性而淡定的反应 似乎传达了这样的态度 专注于谈判本身 而不与美方搞隔空的舆论大战 中美贸易磋商已经进行了十轮 取得了巨大进展 但谈到最后也是最较劲的时候 美方的表态究竟意味着美方不想谈了 还是 这是美方在谈判的尾声时刻发起新的助攻 搞临门一脚 力争美方利益的最大化 需要后续的事态来验证 这种时候我认为中方最重要的是淡定 客观说 中国公众希望中美达成协议 但也一直对两国贸易磋商的其他结果 包括谈判出现阶段性破裂 保持着思想准备 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社会对两国很快达成协议的预期 没有美国社会高 这使得一旦谈判破裂 它对中方产生的综合冲击将是可控的 真实的情况是 华盛顿同样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 因为贸易战的损害必然是双向的 美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 这会让美方认为更有利于向中国提高要价 但是在整体上 贸易战会对美方 尤其是对当前执政团队产生伤害 这一点白宫很清楚 美国舆论同样清楚 升级并长期维持贸易战 这绝不是华盛顿所希望的选项 老胡主张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 要坚决支持国家的应对策略 无论有什么变故 我们都与国家同在 我们要有承受谈判破裂的勇气和耐力 为政府维护我们的核心利益 创造良好条件 谈判当然要争取好的结果 但如果我们不能承受破裂的可能性 好结果就根本不会出现 中美大大谈谈即使谈判破裂 美国全面加征关税 也不意味着谈判的大门从此关闭 美方极限施压恰恰表明美方对早点达成协议 其实很着急 约是在这种时候 中方愿要保持定力 中美贸易战的发烧再高一度多烧一会儿 未必对中国在战略上就是很坏的事 在我方受损失的同时 美方也将在增加损失的过程中多积累一分教训 之后若能达成贸易协议反而会更稳固 中国是蓬勃发展的大市场 它不是美国可以随便割舍的 贸易战是双输的过程 这不是我们的宣传 而是经济学的铁律 该来的挑战一定会来 该告一段落的纠纷也一定会告一段落 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得尽量好 这永远应当是我们最根本的策略 中国经济的前途应当也必然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